北京时间7月27日下午 万众瞩目的巴黎奥运会 女子双人三米跳板决赛 在巴黎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激情上演 中国跳水梦之队的新兴组合 陈奕文 昌雅妮 首次亮相奥运舞台 便以惊人的稳定性和卓越的表现 以总分337.68分 毫无悬念的摘得桂冠 为中国跳水队赢得了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 也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上 收获的第二枚金牌 作为中国跳水界的传统强项 女子双人三米跳板历来是中国队的夺金重点 自1984年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奥运会以来 中国跳水队已在过去的十届奥运会上 累计斩获了47枚金牌 成为名副其实的梦之队 陈奕文与昌雅妮的此次夺冠 不仅为中国队增添了荣誉 更使得中国跳水队在奥运金牌榜上 与美国队并驾齐驱 共同以48枚金牌领跑 这对新组合自2021年东京跳水世界杯 携手夺冠以来 便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与默契 尽管昌雅妮在今年三月 因奸商长期休养 导致两人未能参加国际赛事 但他们在赛前训练中迅速找回状态 最终在奥运赛场上大放异彩 陈奕文在谈及比赛感受时表示 虽然赛前会感到紧张 但只要队友在身边就倍感安心 这种相互间的信任与支持 成为了他们夺冠的重要法宝 陈奕文 这位来自海口的年轻跳水健将 自小便展现出对体育的浓厚兴趣 从最初的跑步 轮滑 到后来的跳水 他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坚持 在父母的坚定支持下 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跳水之路 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与挑战 也从未轻言放弃 经过多年的刻苦训练与不懈努力 陈奕文终于在全国及国际大赛中 展露头角 为中国跳水队赢得了众多荣誉 而昌雅妮则是一位 从体操转向跳水的成功案例 他原本在仙桃市李小双体操学校 学习体操 但凭借出色的身体条件 与对跳水的热爱 最终转战跳水领域 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从省队到国家队 从市井赛到奥运会 昌雅妮用自己的汗水与努力 书写了一段段传奇故事 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 陈奕文 昌雅妮的出色表现 不仅为中国代表团增添了光彩 更像世界展示了 中国跳水运动的强大实力 与深厚底蕴 他们的成功 不仅是对个人努力的肯定 更是对中国跳水队 长期以来心情耕耘 与不懈追求的最好回报 未来 这对新组合将继续为 中国跳水队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中国体育事业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